各位網友你們好 歡迎你又來到Anson Zhang MMXIX的YouTube Channel 好緊張 今天馬上要和大家拍這段影片 其他影片都不放 原因很簡單 因為昨晚我看了第三集 邁向未來的倒數十秒 第三集 目串那套拳手器 看完之後馬上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知道各位網友看了沒有 邁向未來的倒數十秒 至少問一下 網友看了沒有 放心 我仍然是不會劇透的 如果看了第一集的網友 應該更加深刻我現在在說的東西 因為 每一個 我覺得看完第一集之後 都會好像我之前那段影片那樣說 重心 我覺得不是在牧村身上的 是年輕的拳手 你可以叫做年輕的拳手 其實是學生 學生 老師 之間那個角色的鋪排 牧村 有說少少 但是有很多不明的內容 今天 特地要和大家說的是 終於第三集 《牧村拳手》 為什麼這麼失意 這麼失落的謎》 這個謎題 在第三集終於有解釋了 很清楚就告訴你 為什麼一個人這麼失意 失落 甚至如果有看過第一集的網友 都應該跟我認同 如果不認同的話 你看看這張截圖 你都知道 整套第一集 牧村那種失意失落 甚至乎 嚴格來說 他樣子 用現在的說法 簡直是一個厭世的樣子 你看到他 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當然 你如果看回網上的報道 有些人說他 就算是一個失意失落的拳手 在第一集都難以去掩蓋 難以掩蓋他那種 鋒芒的眼神 或者鋒芒的樣子 鋒芒不勞那種樣子 我覺得不是的 真的挺厭世的 整套很隱瞞 如果用回我們這些康校 很隱瞞 你不知道他想怎樣 這個情況 維持了整集 所以如果你有看我拍過的那段片 其實你看到我 是按著自己的 只是說他 為何還未表現出來呢 終於第三集就說了 不過有件事是有趣的 又不能夠劇透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自己看回第三集 揭露的失意過程 其實手法 或者安排 或者內劇情 真的可圈可點 我覺得 沒有理由 用這種 在日劇來說 這種手法 我覺得 稍為可圈可點 我覺得 不是不行的 如果單純去欣賞這套日劇的話 可以了 這種罪事手法都是有穿插性質的 但是 我覺得他稍為 慢慢地 可能是為了 要交代前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是他失意失落的部分 你往往都知道日劇的模式 就是有些失意失落的人 如何重新站起來 已經用了三集 某個程度 用了三集 解釋他這個部分 從第四集開始 就不應該聚焦在他身上 聚焦他 站起來 然後再跟其他的主角也好 配角也好 或者角色來講 有一種互動的功效 這個情況 就去到第三集為止 所以這種情況的聚事模式 我真的覺得不一般 不知道該網友看了第三集 又覺得怎樣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實在是一個很興奮 為什麼呢 忠於這種 厭世的樣子 應該不會再經常出現 另外 因為這種背景出現了 就開始引發了 知線劇情 我們所謂的 有看開就知道我想說什麼 那你沒有看開的話 就免得了 因為這些單純模式 很容易 就是某個程度 我們要猜到 說完之後 基本上已經可以某個程度 不用看 但是為免失卻了一套 我覺得都幾 這段時間來說 都不錯的劇集 所以 就保留著神秘感 有些什麼 網友可以隨時在網上 甚至在香港電視平台上 都會有這套劇集 在播映 歡迎大家 有時間看一看它 然後有些什麼意見 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知道 這套劇集 如果 真的要講講 揭露手法的部分 我相信要等它做完之後 大家都看完 就算我劇集 都沒有什麼所謂的時間 我才輕輕的 有機會拍片去講一講 其實這些 我認為精彩的戲 有時候 我都很想去分享給大家 之前一直沒有去拍片 所以我就沒有這個機會 現在就鼓起勇氣 拍多一些我看過 我覺得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分享給大家聽 當然 這個就是因為我是一個比較 叫做新鮮人 對於他們那些日劇的內容 可能我不是那麼熟悉 可能已經在這個行業裡面 浸淫了很久的所謂的前輩 已經慣常看到這些模式 如果有什麼參考價值 或者有什麼參考的內容可以給予的話 也麻煩把連結在下面 分享給我知道 讓我可以學多一點點東西 好了 今天短短的 講回這一套 買向未來的倒數十秒 第三集的狀態 很興奮 因為終於一切謎題都解開了 其實我已經幫它安名了 內容裡面 但是事實上如果這樣 就有一點劇頭 為了保持一貫的神秘感 往後 譬如做到第五、六集 應該看完第三集的朋友 我到時才講回 湯騎士 我為他取了什麼花名 之類 好了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跟我一樣 有時間的話 欣賞一下日劇 就是這樣 下一段影片我再跟大家繼續講 就是這樣 拜拜